一样是爱心活动来自细致的德雷莎身心灵方辽委员会 因为有一位会员是三支的媳妇 就特别准备了红包要在过年前发送红包给努力向学的学生 也给予孩子们相分的手作技巧 期许学生们有奖学金鼓励还习得技能 让未来的求学和求职道路都更加顺遂 来自细致的德雷莎身心灵方辽委员会 为了要帮助三支区地收家户与学子们 特别在过年前准备了红包 要在开学之前很多送暖发送红包 现场也传授相分的相关技能 再给学生奖学金奖励之余 也要给予孩子不一样的技能 期许能成为为自己肯定更加用功上学的人 我们来三支区春暖红兴的一个活动 已经是今年是第五年了 那蛮开心的就是在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把手作品带给每位小朋友 那因为我们三支这边有一个方辽的手作的工作室 那也期许因为透过手作 在小朋友的一个记忆方面能够有升华的一个机会 让他们创造了第二个事业的一个兴趣的机会 这是德雷莎深心灵方辽委员会第五年来到三支区公所 发送奖助学金 并且在三年前决定不只是奖学金 更要传授更实质的技能 像是相分叶的精油蜡烛 护手霜以及护手膏 以及相分杯垫 希望可以帮助弱势孩子们 在求学道路上不用为钱而烦恼 也可以夺学一份求职的技能 今天我们新美市三支区公所 非常感谢 非常感恩德雷莎方辽他们基金会 那由潘理智长带领了一些的志工 来到我们这些地方 那今天我们就召集我们比较低收的一些的学生 那当然有20位的包括小国小国中高中的一个学生们 那今天来这边就教导他们做一些的荒疗的 比如说一些的蜡烛 一些的杯垫的这种东西 那同时呢也颁花一些的奖学金 那主要是鼓励他们能够在学上 能够好好的努力读书 那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一个基金会 那厂厂在已经在我们三支营有五年了 他们愿意付出的爱心 因为在这寒冬送暖的时间 那我们得到他们的温暖的爱心 那我希望这些学生能够感受他们的温暖 将来能够在学能够用功读书 将来能够出社会的话 也同样把这个爱心分散给社会 三支区公所表示 寒冬知己有方寮委员会回归相立 现场还带来难得的技能经验分享 基地学生多学还要发送红包 现场每一位三支区的学子都拥有多元的技能 并赋予学生们前进的动力 让未来的求学道路更加的顺遂 谢谢廖萍和三支采访报道